南湾,Santa Clara 市引入共享電動滑板車及單車 南湾,Santa Clara 市即將可遭用電動滑板車及電動單車, 非常適合市內短距離路程。 根據非牟利地區媒體Santa Clara Spotlight 報道, 微型交通工具機構Bird和VEO 準備在Santa Clara推出電動滑板車及單車。 據悉,Bird已經在8月8日獲得營業執照, 預計將會投入800部電動滑板車及200部電動單車, 預計VEO也會在秋季加入。 這些短距離的交通工具租用方案, 是Santa Clara 去年12月通過的共享移動計劃的措施之一, 目的是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交通工具選擇。 聖河西市在今年4月也批准了一項行動計劃, 可以容納更多的運輸選擇和社區共享交通工具項目。 電子滑板車一直在聖河西市存在爭議, 2018年官員對微型交通機構實施更嚴厲的限制, 包括不准行人道使用滑板車, 最高的時速限於12公里。 微型交通公司LINK去年獲得批准運營電動滑板車, 目前採用人工智能自動限制車速。 Santa Clara市議員以及Santa Clara單車行人顧問委員會主席Karen Hardy認為, 全市使用電動滑板車和單車對流動和環保都有好處, 而且可以為居民提供更便宜的出行選擇。 當局會收集使用數據再作評估, 市民可以通過市政府應用程式 My Santa Clara發表意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